新書裡是不是有講到說 小慧姐通知你說 女兒發育的事 你就哭了 對啊對啊對啊 因為我們以前演 住在這邊住右邊的時候 我寫過一個劇本 編過一個劇就是 小郭是那個爸爸嘛 然後那個小女兒 很奇怪 很多事情都是巧合 當女兒第一次來出京的時候 家裡準備了半天 後來家裡人都不在 只剩下爸爸跟女兒 所以我們寫那個戲就是 那個小女兒圍著一個大毛巾 跟她爸爸講說 其實小女孩她們都很 在學校的教育都已經很完成了 她都不會慌 去了就跟爸爸講 爸爸我來月經了 小郭就慌了 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要不要喝杯咖啡 那一開始 其實我們心裡有準備 可是當你聽到 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面對的時候 那你還是 因為你還是家裡都是女孩 你還是會覺得 女兒長大太快 然後就這樣子 生命就是如此 是 所以當時聽到這個消息 人類就自然就這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 你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很長大 後來剛好那天 我就去他們家吃飯 然後她就說 大姐 任人來月經 我說真的 我也哭了 結果她女兒 她說我停了耶 我二姐 我寫這段文章的時候 我二姐 我二姐回來了 我二姐真的那時候挺驚的 然後我這樣一哭 她女兒居然不知所措 她女兒說 大姑姑有那麼嚴重嗎 那意思是說 我們為什麼每個人 聽到哥在哭 我們哭的那個感情 所以就是開源 那接流嘛 施偉忠跟你女兒一定很親密 因為現在全部的人都知道 她月經是何時來 大女兒 但是這就是人生 我就說 你做製作的 做作家的 做什麼都是一樣 你第一次一定會寫 自己家人的感受 對... 那大女兒不准我寫這篇文章 對 然後呢 但是我寫得很好 第一篇文章 那二女兒 我二女兒牡羊坐得比較無所謂 所以你爸你讓她... 借人讓她蹬 我讓她蹬嘛 大女兒說不准 二女兒就很意氣 我說這本書面寫了 二女兒意氣 二女兒就說 爸 那沒關係 真的... 還沒 來了 二女兒也來了 所有才寫... 所有才寫這個 這篇裡面叫小女兒的意氣 偉忠哥旗下女明星們 總是難免有一些感情的波動 像佳穎她 我算順利了吧 你也是 這話是要這樣子講 你說佳穎感情生活波動的時候 你有辦法安慰她嗎 佳穎那個時候可以講嗎 佳穎 我們也知道她這個戀愛的過程 在星光過程裡面 那她失戀了 失戀了 然後呢 金曲獎也快... 也快開始了 我有預感她金曲獎 會拿最佳新人獎 天下大事不再志趣 她一定就... 就去了管玩 一定是這樣的 我把她找來 我說妳現在創作怎麼樣啊 她說創作碰到一些瓶頸 我說失戀了 失戀了 我恭喜妳啊 為什麼恭喜我 我說妳這樣就會寫出... 寫出曲子來了 人生就是這樣子 反正這邊關了一扇窗 那邊就開一扇窗 果然就寫出曲子來了 進去想拿獎了 就這樣子 對啊 所以偉忠哥的話 妳真的有聽進去嗎 妳有覺得鼓勵到嗎 有啦 佳穎有出新專輯啦 對 恭喜妳啊 恭喜 謝謝 所以當時失戀真的對創作... 謝謝 有幫助嗎 我覺得有耶 榮姐也出了新書了 對 到底是姐姐的文筆好 還是偉忠哥的文筆好 我們都是同樣的父母交出來的 我就這樣講 到底有多少眷村菜可以介紹 不是 我跟你講 裡面不會有意大利麵吧 來 我還要講 真的我的菜越做越簡單 因為我這兩年出書以後 然後又在電視上有時候做點菜 很多人給我鼓勵 他說我們就是要這麼簡單的菜 我們不要那麼多佐料 你放一大堆佐料 我們要很簡單的 可以馬上做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歸納這個眷村菜是什麼呢 因為人家一直問我什麼叫眷村菜 我最後說眷村菜 不屬於任何一個菜系 就是一個讓你吃得飽 吃得滿足 吃多了還不會膩的菜 你說對不對 你看你去館子吃 再好吃的館子 你連續吃兩三天你會膩 可是你家常菜 你每天換的畫像吃 你不會膩 我要謝謝你們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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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話題當中 還能夠想到我出書了 謝謝 全身只穿圍裙 對 還要乳蟹 好 韋中哥這本書文筆真的超好的 而且每一篇文章 都會在尾巴那邊埋伏一個 自我解嘲的 幽默的 謝謝康永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 因為我看到你出新書發表會說 好像還有記者寫說 韋中哥並不是以文字漸長的 可是讀這個就絕對覺得 你就是個天生的作家 你以前不太花時間寫書 沒有 我高路邊笑看 對啊 可是韋中哥我覺得你文筆好歸好 你笑容要練一下 為什麼 這年也是有這種感覺吧 這感覺是錢拿來吧 我這個笑容真的表達自己 心裡的一些感覺 笑容夾了點 所以如果是因為推車這件事情 而注意到王偉宗先生的創作的話 他這次真的把推車放到封面上來了 王偉宗先生的新創作 會從裡面得到很多啟發 謝謝韋中哥 謝謝 謝謝韋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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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阿妹 美姐沒有親自來可是她是 入VCR 可是話可不可以早點說 妳說艾亞燈天的規格比妳 妳知道的意思嗎 造型師就是訂做過的 明天玩笑是連中天政府台 不好意思